嗨 大家好 現在我要教大家的是 活膚敷面粉的操作說明 因為之前我示範的是 淨化的軟膜 那現在的話這個是粉膜 在這邊 活膚緊緻膚面組合 因為這個的話呢 它是粉狀的 跟之前調膜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打開來會發現它裡面一樣有 一些小的set的東西 包括了 石墨的精油 跟精華露 復活素兩瓶 跟精華霜平衡霜 跟之前的淨化的組合是一樣的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清潔凝露跟 那個角質凝露 那它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裡面一包 它是這樣子 一包粉跟一個精華液 這兩個要混在一起 攪拌起來再敷到臉上 所以跟之前的做法有點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怕 很多新同學不太會操作 所以我怎麼錄這個視頻 教大家如何使用 那其實順序都是大同效益的 一樣呢要先用 油來按摩 所以呢我先準備了1CC的油 那像你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乾燥 容易紅會癢不舒服的人的話呢 其實你在用 油按摩之前應該要先上一點平衡 先用一點平衡霜 先塗在臉上 然後呢 再抹油上去 好那這邊是1CC的油 我們用低管 在上面 那有些人會說啊 我在按摩到一半的時候 會覺得 臉會覺得有點 紅紅的乾乾的 那就是說你用的那個油 可能不夠了 所以你會覺得 臉會覺得有點澀澀的 我們先把油先均勻塗在臉上 好 再開始按摩 一樣呢 我們是用指腹 中指跟無名指 在臉上按摩 好我們從額頭開始 畫圓 可以有稍微有一點力道 好畫圓 那如果說你按到一半 絕對不夠的話的話 就要補油上去 畫圓 那像你自己按啊 就是你要 記得由下往上 就可以了 那不要太過度 虔誠你的皮膚 然後不要越按越快 像因為像我 好像在按摩的時候啊 有時候會摸到 一顆一顆的粉刺 或者是 角質 角質脫落 會有一點 摸到一點屑屑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輕輕的把它 弄掉就可以了 不要太刻意的去把它撕掉 或者是弄掉 好 一樣先按摩 那因為其他的視頻已經有 按摩的方法了 那我就不按太久了 浪費時間 我們直接進入到 後面重點的部分 記得喔 全練按摩 那如果你有空的話 其實你可以每天早晚都用油按摩 會加速循環跟代謝 對於皮膚的 會有更大的幫助 那你就可以 早上早晚就用油 然後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按完之後呢 就用油 把油壓掉 沒有弄得很乾淨沒關係 不需要用得太乾淨 好 然後再接下來 我們就是產品裡面呢 就有精華露 這個精華露呢 是有 20ml的精華露 所以每次用1cc 樹前用1cc 好 我剛剛滴管已經 弄好了 在這裡 一樣 用1-1.5cc都可以 把它均勻地抹在臉上 其實大負面的作用呢 就是清除跟移走 那活膚跟精華的 大負面的作用不太一樣 活膚大負面的作用呢 它其實是有比較強的 活化跟觸排的效果 那精華的話是針對 線管的疏通 好 好 稍微均勻抹上之後 不用等到全乾 就可以下一步了 就是 復活素 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我們產品裡面 最主要的核心成分 就是這一罐 它有兩小罐在裡面 一罐就是5ml 好 那兩小罐就是10ml 所以每次的話 就一定要用1cc按摩到吸收 這個步驟很重要 如果說你沒有 你沒有用這個核心成分的話 效果就會比較差 那像我自己的話呢 我除了用這個之外 我會再加EGF一起下去按摩 那我像之前有一些 有問過我說 像他家裡有導入椅啊 他也可以拿來做 導入的那個 動作 那這個的話就是 EGF 你也可以加這個 一起 再加1cc 一起 按摩 按摩 那這個的話可能要按大概 10分鐘左右 甚至有一些 剛開始在做治療的人 你們皮膚的話 還沒有那麼創通 所以剛開始會比較不容易吸收 那要有一點耐心 慢慢按 不要按太重 那或者是說呢 你真的按到手很痠啊 可是他都不吸收 那怎麼辦 我教你 你可以呢 把這個都上上去之後 稍微按摩 至少還是要按個5分鐘 然後再用保鮮膜把臉貼起來 為什麼呢 用保鮮膜貼了之後呢 他其實也可以有悶的效果 也會比較容易吸收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想要變美 但是是一個很懶惰的人的話 你可以把就是產品先抹上去 那有看過我其他視頻的人呢 就知道我是個勤儉吃家的好孩子 所以呢 產品都是很珍惜的使用 我都直接滴在臉上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覺得差不多吸收了 你不用保鮮膜 我們用 我們用的是玉米保鮮膜 然後呢 把它覆蓋在臉上 之前有大家教大家怎麼覆了嘛 就直接貼 貼三塊 直接貼上去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就不貼了 就是大概按摩吸收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比較 譬如說你長粉刺痘痘比較多啊 或者是說你臉比較紅的地方啊 你可以用平衡霜再上一層 然後再用保鮮膜們 效果會更好 那裡面啊 我們會有兩個精華霜 跟大家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精華霜呢 活膚組合裡面的送的是 活膚精華霜這一罐小罐的 那淨化組合裡面的話 會是淨化的精華霜 淨化的精華霜主要就是 針對粉刺痘痘的 那活膚的話 它是主要是 活化跟滋潤度比較高的 所以兩款擦起來會不太一樣 如果說呢 你沒有用手按 那你就是用保鮮膜們 全部東西上磨上去之後 大概悶個15到20分鐘 然後保鮮膜拿掉 再按摩一下到吸收 就可以上磨了 那每一個人的操作步驟 都還是會有一點不同 因為我們還是會 視皮膚的狀況而定 那因為如果你們是 在遠端戒毒 沒辦法來 來看診或者是來監測的話 你們就 我就是用一個一般人的 基本的狀態來建議你用 那如果說有其他 你們有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私下再跟我聯絡 我會幫你們調整產品的用法 好 那我現在按摩吸收囉 就要拿磨了 這個 跟這個 還有面膜紙 面膜紙呢 你可以用到 為濕 然後弄濕 然後這樣子 滴不太出來水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會需要一個碗 跟一個湯匙來攪拌 那如果說你家沒有 像我們這種的軟碗的話 你就拿 那個一般的 吃飯的碗也可以 我有試過 然後拿一般的湯匙或攪拌棒 或者用這種棒子 或者是你用 湯匙也都可以 就是把它攪勻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動作要很快 來 先拿這個粉 為什麼要甩一甩呢 因為甩一甩的時候 它粉才會掉下去 才不會一撕開來的時候 就粉就會弄到處都是 好 那我們把這邊 先把它打開 然後把它倒進去 說明的粉跟火鍋的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子粉狀的 好 那這個是精華液 你也知道 我很節儉的 所以我都會把它倒到完 好 然後再來這裡 兩個把它弄在一起 如果在診所的話 我們幫患者敷 通常我們都是用湯匙幫患者敷 但是如果自己在家的話 我就教大家一個偷家波的方法 偷家波就是偷吃步 就是快捷的方法 台語 就是呢 用手敷比較快 因為我自己在家的話呢 這個其實 第一 剛開始操作的話 會比較不好敷 所以 因為它會流下來 它的狀況有點像冰淇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冰淇淋這樣子 所以你 你剛開始敷的時候 可能會敷的沒有那麼順利 這個是正常的 沒有關係 好 要快速攪拌均勻 然後你要攪的時候 看一下比較沒有顆粒的時候 然後 你要稍微壓一下 沒有顆粒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附上去了 好 把哪個鏡子在這裡 我們在這邊的話 就為幫患者這樣子 然後呢我自己習慣啊 然後一邊往會在下面接 以免它 掉下去 掉到地上 就太浪費了 然後呢要敷的厚一點 稍微看不到膚色 你可以直接用那個 像軟膜啊 我也都是用手指來敷的 自己敷比較沒關係 你就用中指跟無名指這樣子 直接敷上就可以了 那只是說它比較水 比較沒那麼好敷 而且它會滴下來 那你可能一次的量要多一點 不然它這很快就乾了 所以你如果動作太慢的話 它就會沒辦法成型 然後邊緣要稍微厚一點 不然你待會不好拆 因為它的那個膜跟進化的不一樣 進化是直接洗掉就好了 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可以成型的 它可以整個把它拿掉 它可以整個把它拿掉 像我之前有患者啊 就是 呃 它治療的過程當中啊 像眼皮跟眉毛 它也都會有浮到 如果你臉比較小的話 那如果你臉太大 可能就不太夠浮喔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啊 它已經有點快乾了 所以已經 動作要快一點喔 然後啊 有些人會問我說 面膜質的作用是什麼 其實面膜質就是讓你 比較好拆掉這個面膜 好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面膜質呢 一樣把它蓋上去 好面膜質我都習慣拿額頭齁 然後對著人中的地方 把它貼起來 今天這單元讓我覺得好像在教煮飯喔 當然我平常是不會煮飯的 很像在做蛋糕的感覺 就是把面糊弄在臉上的感覺 OK 大概就這樣 然後呢你可能要稍微有一點力道把它稍微壓一下 然後再把它 再把剩下的狗在外面 這樣它才會整個 服貼 密合在一起 那盡量 外面不要用太多啦 裡面的話要用多一點 效果比較好 面膜質外面就不用敷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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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概是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就把這個碗裡面的全部都放在臉上 這個粉跟調膜的差別呢 其實這個粉的保濕度是比較好的 只是它操作上會比較不容易 那你記得你敷完這個膜的時候啊 頭不要太低 頭不要太低 不然它 地吸引力的關係它還是會 會往下滑 然後呢 不要太大笑 不然 等一下這個粉會裂開來 那大概像這樣子 差不多都敷完了 那你也知道我一點一滴是都不會浪費的 就要把它全部弄上來 好 這樣就完成囉 好 今天我們的活膚大封面 就這樣子 其實不難吧 大概敷15分鐘 不要超過20分鐘 因為它會乾掉 然後再把它整個拆下來 就可以了 完成